讲到橱柜的质量,除了门的材料外,结构的材料也相当重要 在市场上,经常使用的木材分别是石木、MDF、Particle Board压缩板和Plywood压层木板 在制作柜体的时候,由于石木比较昂贵,大部分是用来制作橱柜的门,不太会用来制作柜体 同时,MDF材料的处理方式都是刷漆,所以也不经常用来做柜体 显然意见,Particle Board和Plywood就是最常见的两种柜体材料 相比之下,Plywood质量比较好 那么,作为柜体的材料,也需要覆盖一层表面材料 在Particle Board上,表面可以贴Veneer薄木片,又或者Melamine强化木 一般情况下,强化木在进货时已经是贴好边的 所以工厂在接手后,只需要切割,然后贴边就可以制作成橱柜了 虽然Laminate也可以做贴面,不过由于操作比较麻烦,不是很常用 而在较高质量的Plywood上,一般都是使用比较高级的Veneer薄木片 而不是Melamine,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档次 所以,在购买橱柜的时候,除了表面材料外,内部的材料也很重要 如果屋主选择的是MDF橱柜,那么表面的油漆在质量上也有着不同的分类 有些油漆在质量的皮膚上,这些油漆在质量上一样 是$100,20瓦的辐渐 在中文的许多汤内,,你会加上颜色的用力 所以,它变得较小,不容易的味道 在一段时间的流量,你会有少量的油漆 最高質素的塗料是 雲氯氯 它不會嗅到 完整的塗料會 看廚櫃的質量好壞 除了門 櫃體 油漆之外 還有一個因素屋主需要考慮 那就是硬件 我們在市場上放入最好的英文 我們不想回到 進行廁所 讓廁所破壞 那麼 如果質量不好 會有什麼後果呢 好了 櫥櫃的知識介紹得差不多了 您知道以後在選購櫥櫃時 都要考慮哪些因素了嗎 還有更愛 我在山下 大家媽的 下次見 不要再